五七,目子之之,行 脉刺,刺动,静,脉,宠脉气之海,凡周身气口脉动,皆处于充脉 分刺,刺分肉之间,不可伤肉,胃者,寻皮肤之中,分肉之间,寻于荒膜,散于胸腹 胸腹之空又称之为膏肓,反越病入膏肓皆是病入于胃肠之外目缘之间,危机 魔缘,三胶同会圆真之处,未肠之外极为魔缘,极腹部内脏之间隙 空,三胶同会圆真之处,极荒之圆,五脏六腑之气大会之处 充脉为气之源头,肾间动气 圆学,是内外天人合一的气口穴道,故经约,阳气受之于四末 木学,极脏腹包膜相对集中之处 木,木极之意,笔者认为,是木极充脉辐射搏洞所传导出来的气 木极之后入于脏腑,行于十二经 另一部分直接通过磨筋,脉管之外的筋膜运行 经脉内为营气,外为胃气 木刀为磨,一目腹也 磨筋,十二经筋及十二经之外果膜分肉者,明磨筋也 黄帝内经太速卷武,可知充脉,膏荒,三胶膜,圆与四肢的圆穴,存在两条能量循环途径,相互影响,如环无端 恩师已于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中有详解 尤其是T表筋膜与脏腑筋膜的直接传导途径,可以完美地诠释商寒论的表里传遍 表证如何导致礼部的下力呕吐等现象,表部筋膜被寒气所致,礼部膜原的气血无法外达,能量过度淤积,必由肠胃排之 故有土力之证 木刺法,以长针刺入墓园膏肓之中,刺气之大会之处,以去其机 笔者在为明恩师木刺法之前,分别以刺腹脉破脏刺法刺激等刺法明之 木刺,善至久病,久病皆基于墓园、膏肓之间 如,刺具确确之后的太阳神经丛,中腕下方的小长细膜,肚脐左侧的长细膜韧带,等等 凡此皆是五脏六腹包膜大会之处,刺之处陈九之极,刺在结晶处 且结晶多位于腹膜后壁,几柱之前缘的附着点附近 枕洞气,已知积聚之所在 枕脏腹之木穴,之病在合脏 查脏腹之木,隐痛或微突以别拥具 木刺细节 患者仰卧,或依据所次部位,改变体位,如此拒绝 血可半卧,令肝下移 以充分畅通刺道,左手为压手,令内脏分开 通畅刺道 右手引针,快速破皮,缓缓入针,刺入节点 压手,刺手的配合极为关键,压手触及节节点 在针刺入节节点之后,渐渐松开压手 刺位肠之间空隙时,以左手轻柔推动内脏,改变刺道方向 右手为推入 针体与膜源的接触面越大,其针刺效果越好 针刺过程中必须观察患者的呼吸 感受内脏的上下起伏运动 医者必须虚敬手神 针不离手,手不离针 木刺直脉 医者常用寸口脉移动部位确定木刺的部位 异动于寸部脉,取天突,拒雀 异动于官部脉,取中碗,下万,天书,荒语 异动于尺部脉,取官员,石门,阴交 以上皆是笔者总结容易压出刺道处 但临床以揣寻基点为准,并非固定点 脉的虚实与配学 如脉有力太过,取相应的落学,背于学 不足,取之圆学,木学 若脉嫌疾有力,刺之肚脐左侧的脉动,肩痛处,肩取肝之落学,或者背于学卸之 若脉肤嫌而无力,取之肚脐左侧脉动,肩肝之木学或圆学补之 脉脉缓缓而无力,取之中碗,脊痞之圆学 缓而任暗,取之公孙,或皮数学 于皆仿此 具体以揣学而定 单独的独大独弱等,又可以配合武术学的深刻补屑平之 隐气或气质并锁之时,可以运用阶气的方法,把真感引至不足之处或并锁 追气隐气阶气之细节 简式,0123 零点为追气的入真处,三为并锁或不足之处 真入零点之后,若气感未能直接传至三 只能传到一或两处,此时应在一,两处寻结结点次之 笔者观察,一,两处多为药学,如木学,河学,下河学,窃学等 多为关节处穴位,或主要脉口处 取一,二之目的,即是引灵太过之气,导向三不足之处 多数患者能以真气质并锁,如有位置 寻经取脉口或解解点次之阶器 患者都能感受到气感一阵阵的冲击病造 在此气感消失后出针,治疗效果最佳 临床治疗多力,不管是疼痛还是内脏疾病多能见效 尤其是病程长,缠绵不断的疾病 因病程久,都基于墓园、膏肓之中 病入膏肓似乎是无药可救的代词,然木刺症是次膏肓处 木刺引气阶器用于治疗心肺、男女科、胃肠、疼痛等病症 屡试不爽 我知畅通与否,直接影响脏腹与十二经脉之间的气血运行 如处及有节节节经等高张力点,或一场搏动点即可刺之 如皇帝内经之交回,南经其上下左右的搏动肩痛等 皆是按之令不移动,再引真正刺 脸确学派的初期善脉刺,后期永之分刺 至化脱时期才见到木刺之一案记载 木刺,刺黄膜之时,真甘以横向传导多见 刺中副主动脉时,多以纵向传导为主 其境八脉中只有带脉横向,后期笔者依据脏一三脉七轮理论 临床时经常引用,如 山中至逃到为经过心脏之横向脉 心胸头面部之急用之多效 天突、人影、天窗等在颈部横行传导 用肢解头面心胸腹之急 中腕至胸腰断,亦可视之为一带脉 于皆仿此 空,中一称之高荒,脏一称之为轮 空是气血冲击化合之地 凡次皆应与脉全息相应 现代西方的徒手治疗 亦非常注重空腔的应用 对颅腔、颈腔、胸腔、腹腔、盆腔的压力、动力、频率进行调整 治疗很多疾病 理者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近代西方徒手治疗的思维渐渐转向古典中一的整体观变证思维 比如颅底锥手法一左右脉的如一 上下脉的相应 来作为诊断和治疗的手段和目的和古典针灸诊疗一体的上下相应 左右弱意的思维 几乎完全一致 穆刺似乎更像是麦刺分刺的融合 穆刺和与之相应的经络四观处的圆学、和学、脉口等配合 针刺锥气引气接气 此正是麦刺穆刺分刺立体结合 五点针刺的经典诊治思维本应当如此 临床一案 女 46岁 右手麻 不自主抖动 头晕 胸闷气短 心前去痛 后头痛 极易受惊吓 一年前做过颈椎间盘摘出手术 发生上述症状之后 经过一系列治疗后无效 无奈找中医一室 查体 整体脉缓肾无力 双关欲动 左神门脉动明显小于肠胎 一小于右侧 人影大于寸口 按理当次刃脉中断 致意动点追气 拔此处之机 引太过之气向左神门不足之处 一先取0.16毫米乘40毫米毫针 补左神门之精髓 二脉缓无力 皮鞋 洗毫针取木学张门 揣学剑右张门压痛 故刺之 三再取0.35毫米乘140毫米长针 于中挽略下方寻动痛间处刺之 四长针目刺时气感传至右极拳 再次右极拳接起 气感至右手 针后 关部欲动平缓左右神门迈平 患者自敢手麻雀大半 后巩固两次 朱正接欲 临床追气引气接气的依然非常多 此案引气却是由一个太过出容软 引气取向三处 第一处 左神门的脉动不足之处精髓补之 第二处 是皮脂木穴 又张门 第三处 是自行真敢走向 右腋下极拳脉动处 此之接气后气质并锁 语者认为真敢自行传至右极拳学 与次右章门有关 此隐气接起通道为 中晚即右章门右极拳气质并锁 右手麻 斗 另一条 中晚即左神门 当是充卖三交魔圆与四肢圆穴之间的隐气 思考 两条木穴引气通道 哪一条才是本次治愈的关键